国内疫情升温 Tawah Erbihotu 井外科医学会号召全台会员 投入政府成立的社区筛检站 贡献专业共同抗议 学会理事长陈穆宽 即兴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周庆明医师 现身指挥中心记者会 鼓励一届一起响应共同抗议 我们在礼拜六的分裂十一点 发起的Ebihotu 医师支援第一线的医护 投入社区筛检站的一个活动 那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就有320位耳皮疗科的钻科医师 而且都是基层的诊所医师才相提 那因为我们知道 耳皮疗医师长期就照顾 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患者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专业性 那当然这一次 整个疫情更严峻的时候 基层的医师其实已经勇敢的跳出来 因为我们有满满的热情 我们有共赴国难的决心 我们有丰富的专业 学经历 无论在平常守护社区民众的健康 还有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勇敢同入反应的战场 我们义无反顾 那感谢他们的乡庭 那320位的耳皮疗科医师 投入社区的筛检工作 共同抗疫 那共同守护台湾 陈时中说明 疑似病例通报 个案治疗等第一线防疫工作 都让医师人员承受高风险及高压力 许多医师不为辛劳 主动投入社区筛检站 对国内防疫工作推动 更是一大主意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